故事的主人公是小明、小红、小黑和小蓝 他们是一群非常好的朋友,经常一起玩耍 有一天,他们在玩耍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古老的图 的图上画着一个宝藏的图案,并且上面写着寻找我的人,将会成为最幸运的人 小明、小红、小黑和小蓝非常兴奋,他们决定一起去寻找这个宝藏 他们踏上了旅程,他们走过了平原,爬过了山峰,穿过了森林 有时候天气很热,有时候天气很冷,但是他们始终坚持着 终于,他们来到了一座古老的城堡 城堡里面非常黑暗,但是他们没有害怕 他们穿过了城堡的大门,来到了一个巨大的宝库 里面有着各种各样的宝物,黄金、银子、珠宝、玉器 小明、小红、小黑和小蓝都非常兴奋 他们找到了一个金色的宝藏箱,打开了宝藏箱 里面有着许多的金币和珠宝 小明、小红、小黑和小蓝高兴地把宝藏放进了他们的背包里 他们知道这些宝藏将会带给他们无尽的幸福和快乐 他们欢声笑语地离开了城堡,回到了家 他们的父母看到了他们手中的宝藏,非常高兴 他们分享了他们的故事,告诉了大家他们的冒险经历 大家都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小明、小红、小黑和小蓝知道 这次寻宝之旅不仅让他们有了宝藏 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他们决定再去寻找下一个宝藏 因为有了朋友,一切都变得有趣和美好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请记得按下订阅及喜欢按钮 我们每一周都会更新故事 并且记得开启小铃铛,才能够第一时间收听我们的精彩故事 如果你也想要创作自己的故事,欢迎跟我们联络 我们很乐意完成你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